作曲 李宗盛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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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故事老师来了 家民故事 但你令人被准弄小事 家民故事 但你每月过例无始刺 家民故事 但你水里如此不再如此 衣服一直宽得如此 我们踏子满满物质 加密胡适 带你令女别全打小时日 加密胡适 带你每月获利无数次 加密胡适 带你长远牛屎 玩犯凶事不论和时 我们竹子一起刷着美好故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 比特这一根呢 是冰差新的日线 然后下引线很短 所以我们还是要防一下 他要来到 我还是觉得上方的红区间 65600到65900应该是会到 只是看他到底要怎么到 说不定狠一点会再下来 把下面这个黄线给打掉 打掉之后呢 然后后来再上去碰也说不定 这个也看过蛮多次的这种戏嘛 然后因为破了65000之后呢 那个在主流的中金化交易所 空单的报仓会有19点多亿美金 我觉得这么大的数字 太有吸引力了 不上去报一下 好像怪怪的 不可能让这些人逃过的 所以怎么看到 还是觉得会碰一下之后再下来 OK 等我一下 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这边比特要涨下暗线了 所以比特应该会再往下一点 也许25602570应该有机会 好 那比特这边我们就先这样 然后比特也要注意的是 没有被回踩到 没有被回踩到的地方 还有这里 所以有没有可能会机会会出现超狠的 打这里之后再上去 打61300之后再上去也说不定 但这边直接砸下来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但61300这个点位要小心 然后再往下抓一点 61300到60600 这个地方要小心 OK 那比特的话 我会觉得会不会在今天半夜突然往上 碰插一下之后再下来 总之这个月我认为不会高过 不会高过6万6 打到这边之后要收月线的上线 所以合理来讲会再下来一次 OK这是比特 好然后再来看以太 然后以太呢 这边有一个长腿妹 所以他长腿妹呢 来到了针尖 所以是非常合理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顺便你们可以看一下 冰叉的日线 冰叉日线收了一根 前一根就是收了一个 那个长颈鹿 那个长颈鹿是送分型的长颈鹿 所以既然是送分型的长颈鹿的话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会被找破的 当我认为再回到这一个区间一次 再上去的力道可能会大一些 好然后以太呢 就是一直被2673这边挡住 也就是这边这个缺口 2673这边呢 就是下面底部形态的1.618 OK打1.66才对 打得刚刚好 OK 所以一直把它给挡住 这里 那他会不会再下来挑战 就是这个位置呢 这个区间 我是觉得好像有可能 对我就抓这边这个针尖 然后配上这边 这边有一堆实体交汇处 然后当时这个地方插了一个 那么深的两针上去之后 然后这边一直上不去 有没有可能再来打一次 那如果打到的话呢 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下降旗形 四小时级别的下降旗形 加密胡适到了 想要深入了解 加密货币市场 我们为你准备了全面的教学课程 适合各个阶段的学习者 现货班 学习如何挑选有潜力的币种 并在适当时机 做出明智的买卖决策 直播班 每晚12点不间断直播 还有不定时文字教学 上百位学员共同参与 网格专精班 学会利用机器人帮 助你做出更有策略性的交易决策 让时间更有效率 技术分析班 初阶班 每日跟助老师一同复盘 增加自己的盘感 加入中阶技术分析班 学习外界昂贵的SMC技术 学会如何读懂机构逻辑 家教班 已有超过百人报名的家教班 让你掌握独立市场分析能力 不再依赖他人 加入加密胡适 让我们一起探索 币圈的无限可能 OK 这个中级W 而这个中级W呢 当然是还没跑完 我个人认为上面的吸引力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2到2.24的话 在指区间 好歹要来挑战一下 这个高点或这个高点 我们把这条线画一下 好歹也来挑战一下吧 OK 还是瘦 所以159 我觉得最烂也要来那边 好 然后再来apt apt的话呢 就是 也是经典假突破 首先apt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头肩底 所以基本上 9.7次这个高点 或是上方更高的10以上 就是应该红线至少会到 只是看看他这边要怎么盘 如果这边就掉回去的话呢 我会蛮傻眼的 就是小臂又骗人这个样子 好 今天早上apt也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假突破 各位看到 就这个 都是1.13 OK 都是1.13 而1.13的这种假突破呢 就是很常发生在 很常 很常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突破之后 回踩的位置会回踩原斐坡的0.35 到0.382 他这边差一点点啦 不知道算踩到了没 不知道算不算 要不要算他踩到了 OK 因为就差一咪咪 然后像这种形态呢 他下面底部还没有跑完 通常这边都会跑个中继W OK 都会跑个中继W OK 就这样 然后下方这边还是要注意 因为颈线一直没被踩到 颈线一直没被踩到 所以 往下插针再拉盘的剧情 也有可能会发生 APT 然后再来OP 来OP呢 他就是下方上升三角形 然后昨天产生一个插针上去 我也觉得最烂最烂应该要 要把这边打掉才对 希望可以打掉 然后AAB1 那个前几天讲最漂亮的底部形态 就是他 但是我仔细思考一下 我认为 这应该不是WD 怎么看角度还是不太对 然后他的周线目前收到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也应该不是WD 因为还是觉得右边不够宽 我认为10月份他还是会再来回踩一次黄区间 如果真的要上去到红色的话 那黄区间应该是踩得到 AAB1 搞定 然后我们把那个 三载币市占率看一下 三载币市占率这边 目前WD 小WD 日线级别 OK 所以很多山寨币都在飞 很多山寨币都在飞 那第一幕发展就看到10.54这个位置 就来打上面头肩顶的颈线 10.54这个位置 好 那如果这个WD是能跑完的那一种 不要这么烂 打一下 针尖就下来这一种 如果给他跑到2到2.24 那就帅了 就会来到这边 但是我不敢那么乐观的 把它看到这边 我还是先看红线就好了 因为毕竟 那个 不是红线 蓝线就好了 因为毕竟蓝线那边压力还是一大堆 有好多真金的压力在那边 所以还是先看10.54 好像比较有可能 如果真的能来到 来到纸的话 然后又再下来 绑上去就超级WD 但现在目前暂时不想 不敢这样看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N-E-I-R-O 这个B好猛 但他晚上做了一个动作 两次插针插同个点位 所以这有点难判断 两次插同个点位 如果下去的话 到底算不算很畸形的M头 我也不知道 这边要空它的话 就是非常左侧的空法 然后止准就在最上面的针尖 止盈就可以看到 至少这个红线 好那为什么在这边就停下来了 因为它打到2到2.24 这边就直接量原底的方式 这样上去 直接打到2.24 很准 很准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看回以太 我们看一下ETH BTC 又走回弱势的形态了 这样子 它目前回踩0.618 OK 整个直线反弹之后 目前回踩0.618 顺利的话 当然是这边能踩得住 然后再度往上 它不顺利的话 又要再下来了 对 所以希望它这边能撑住 然后再爆气 希望它可以赶快到2800多 那我们看现在它本人到 多少了 还在这边打转 OK的 根据我个人经验 这个地方被突破的机会非常的高 极度高 我只是不确定到底要不要再下来打一次黄区间 OK 好 今天就到这 结论就是 我认为比特 65600那边是势必得到的 然后以太加油 好 就这样了 各位 拜 我怎么觉得 刚开始啊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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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realize the dedication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You bring man and man inspiration Tour generation, you are the very legend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ve been teaching me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you've been cheering me We'll always remember your legacy That is my mentality Thank you